哈喽 美主作更新的居居来啦 最近录剧有不少新戏上线 除了目前正在热播的杨子 徐凯的《成欢记》 李线和人民的年代谍战剧 《群星闪耀石》也正在播出 而李线和周宇彤的《春色季情人》 也已经官宣定到 将在4月22日上线播出 最近也有不少正在拍摄的录剧 引发大家热议 一起和军军来看看这一周的新剧资讯吧 1.谭瑟运新戏高马尾造型梦回原金夏 漏剧女星谭孙玉以家人之名爆红后 这两年已归录 锦心思域再度缔造受试佳绩 这阵子她正在拍摄首部仙侠剧《逍遥》 男主角搭到艺人之下《红明浩》 《逍遥》是谭孙玉出道18年以来 首部仙侠剧是原创故事 由2023年爆款录剧 狂飙的王牌班底打造 漏剧女王赵领还挂名当监制 剧情讲述 邻族邻军红叶 红明浩饰演 在大婚当日遭到背叛而身亡 百年重生后的她不再相信人族 没想到却遇到人族公主 逍遥 女方虽是人族却有一半的邻族血脉 两人因缘机会下携手前行 没想到一路上 她们却屡次被怪暗缠身 甚至遇到难以对付的神秘对手 一人一腰的相遇 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她们之间的感情故事也逐渐展开 之前谭孙玉在逍遥曝光四个造型 第一个是白色为主 绿色为腹的戏服 仙气满满 第二个是剧组释出的橘黄 相间交领长服 加上辫子发型 整个人少女娇憨感十足 另一套是黄白相间的沙料戏服 还有一套是以浅蓝色为底的戏服 裙子多了亮蓝色的衬裙 布满如海浪花纹的蓝色丝巾 贯穿整个设计 整体造型利落又不是甜美 近来谭孙玉的最新造型曝光 只见她一身利落黑衣 腰间系上蓝红相间的偏织腰带 手腕袖口处有别致编织设计 手握一把貌似短匕首或是其他道具 她直视镜头的模样看起来美到不行 完全就是十几岁少女的模样 与清澈眼神 不少网友看到她最新造型 认为她这一身简直是重现2019年 在锦衣之下 饰演六扇门女捕快 圆金夏的娇俏模样 也赞叹她状态超好 童言仿佛在五年前就动灵了 二 陈兴旭新剧 爆迪丽热巴 无垒都略逊一筹 迪丽热巴主演过三生三世真上书 长歌行 你是我的荣耀等爆款剧 月声录剧女神 如今她与年有今天的陈兴旭 正在拍摄新剧《萧启清澗》 萧启清澗于三月中开机 该剧讲述缠头军后人聂九罗 表面上是才貌俱佳的美女雕塑家 其实是以血养刀专杀递销的终结者 遇见身份队列的男主角 颜拓后 两人一同探索颤头军秘密的故事 日前 迪丽热巴陈兴旭都为新造型曝光 迪丽热巴身穿橘白不规则 花色针织连绳裙 同款花色针织外套 手提金属杆长方形包 放下一头乌黑长发 不发贵气 她后来坐到树荫底下 慵懒的抚摸绿叶 自带千金小姐的松弛氛围感 美出新高度 彻底一扫先前服装太丑的抚平 陈兴旭则是白T 外搭黑色衬衫领 外套和黑裤 简单造型反而比先前 穿亮色服装时更亮眼 只见陈兴旭一下车关门时的 回头一望 自带霸气 曼沃尔失足的模样 同样刷出新高度 此外 陈兴旭公主抱 迪丽热巴的画面也曝光 据悉 该桥段是迪丽热巴 独自与递消搏斗或受伤 被男主英雄救美的桥段 虽然画面隔着玻璃 仍能清楚看见陈兴旭 抱着迪丽热巴 至少下了完整一层楼的楼梯 看上去丝毫不费力 行径过程 完全没有不稳或摇晃 备赞男友离爆棚 而该称赞并非虚夸 因为迪丽热巴过去 在三身三世势力桃花时 曾被高尾光公主抱 身高169公分的迪丽热巴 体重不到50公斤 竟然被191公分的高尾光 在镜头前小声吐槽 其实他也不是很轻 高尾光因此挨红体恤 后来迪丽热巴 与183公分张冰冰 合眼情是历人明月星 花絮中张冰冰公主抱迪丽热巴 同样是面有男色 没想到后来竟是轮到 与182公分的吴磊 合眼长歌行驶 迪丽热巴才开心直呼 吴磊是唯一一个 抱我起来不含泪的人 更提向了吴磊的贴心 不过跟186公分的陈兴旭比高挑 跟壮硕 吴磊还是略逊一筹 如今陈兴旭 共主抱迪丽热巴 超轻松的模样曝光 也为两人CP感再度加分 三 肖战凝视张静怡 填出之新剧要搭赵静麦 肖战与陈情令一炮而红后 主演的《狼殿下》 《余生请多指教》 也都成爆款剧 去年更是一口气 推出《梦中的那片海》 《月谷摇》和《焦阳伴我时空》 角色类型完全不同的三部剧 表现也都超亮眼 展现肖战不受射线的演技 近来更盛传肖战有望 以《梦中的那片海》 与追风者的王一博 同场角逐 《白玉兰势地》 陈情令CP有望再碰头 备受瞩目 肖战如今与近来 主演古装剧《西花指》 演技或好评的 《九五后小花》张静怡 再拍古装新剧《藏海传》 现前两人同框 对视画面曝光 互忘得深情眼神挺出之 且肖战在剧中的父母亲 尽找来钟汉良 陈延熙客串演出 让剧《未杀青》就话题不断 而肖战算人还在剧组 代言依旧接不完 他上个月30日官宣成为 科技内衣品牌 猫人全球品牌代言人 开卖仅一天 淘宝销售额就破5200万人民币 抖音两天破3000万人民币 再加上其他小平台 两天销售额轻松破亿人民币 展现顶流男神的惊人商业价值 此外 肖战去年拍完徐克指导的金庸电影 《射雕雄传》 《侠之大者》 传出下部电影又是重磅之作 为正午阳光出品的首部电影《德显景致》 找了狼牙榜导演孔生之导 知否知否应是绿飞红兽的 侯洪亮担任制片 除了男主角长肖战外 日前爆出前阵子 与吴磊主演在暴雪时分爆红的赵金脉 将在新片中与肖战扮演亲兄妹 而两人过去 就曾因都拥有一双大眼和偏方正的下巴 被说有几分神似 神仙般的选角让网友沸腾 四 诚意保住一鸣 新剧高马尾造型率翻 诚意去年凭古装剧莲花楼 《月生路》剧男神 他与李一同正在拍摄古装新剧 《狐牙小红娘》王全片 近日两人最新造型曝光 他绑着公子高马尾 一身白衣 手提金剑的画面一公开 古装美男专业户 立刻跃上微博热搜 而李一同身穿斗篷红衣 显得腐败貌美 也获得不少好评 日前传出诚意前东家 东家疑似想夺回他的艺名 让他被迫改名 中国娱乐圈工作人员分析 陈一平两关键 不仅可以保有艺名 且事业持续看涨 陈一保住艺名 两大关键如下 一 陈一前东家 在舆论压力之下 承诺不收回陈一名 陈一名可能不保的消息 已爆出 全网哗然 他的前东家天机演绎 很快就在陈一粉丝的压力下 发生保证 陈一的艺名不存在被收回 希望这个艺名可以伴随着你们的歌 亦能伴随其持续有 长青的演艺师业绩好运 虽然前东家大方承诺 但有网友挖出 去年该公司 曾尝试以诚意之名进行注册 只是没成功 这次才在粉丝压力下 承诺不争艺名使用权 据悉诚意的本名是傅诗奇 当初出道时 经纪公司认为 他的本名太过穷摇 缺乏时下流行的 杨刚男主角的气质 因此帮他改名诚意 二 现任经纪公司 报承译握有前东家声明书 承译现任经纪公司 欢愿世纪 发声明强调 在他与前东家天机演义 2015年9月解约时 就已两清 且天机公司以书面确认 双方并无纠纷 在此情况下 天机公司并无向 承译先生提起诉讼的 合同及法律基础 一级 就算前东家天机演义 要提起诉讼 承译仍拥有极高的迎面 据中国娱乐圈工作人员分析 承译手上 目前还握有与李一同合作的 两部带播新剧 英雄志 虎牙小红娘王权篇 以及2019年拍摄至今 未播的谍报剧 谜局破制深浅 虽然英雄志遭报 开拍前未取得中国官方许可证 播出可能还要等很久 但承译在三部带播剧的表现 仍然备受网友期待 她的人气应该会持续攀升 完全碾压同门师兄 任嘉伦 而刚以花间令报复的刘学义 虽然后事也被看好 但要像同门师兄成义 这样爆款剧不断 竞胜为陆剧男神 恐怕还需要一段长时间待观察 好了 看完一周的四个新剧资讯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